在母亲节前夕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新竹医院 将在5月3号星期一早上9点到12点 在医疗大楼的一楼 举办珍爱母亲节健康园游会 邀请民众跟母亲一起来检测顾健康 那这个活动是非常丰富的 它有包括为母亲检查她的皮肤 检查她的骨头 检查她的听力 还有一些重要保养 那还有检查她的口腔 所以这个活动 我们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院 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 当天将会有检疫的肌肤检测 数位耳镜记听力问卷筛检 心律变异检测 中医影查站 骨质密度检测 肌握力筛检 以及女性健康咨询等等的项目 母亲节活动那天 我们现场会有免费的肌肤检测活动 然后检测现场女性的皮肤的紧致度 白皙度跟透光度这样 然后给予一些专业的建议 以及如何做改善 妈妈的这个阶段 其实有很多身体的不舒服 包括就是肚子脏啊 腹脏啊 头痛啊 头晕啊 或者是甚至觉得就是突然觉得 胸闷喘这些 然后看了很多心脏科尔比喉科都检查不出来 其实常常都是自律神经失调所造成的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做一个就是短期的自律神经检测 大概只要五分钟 其实就可以去证明说 他这个到底是不是跟一些压力 或者是自律神经失调所相关的 对 那我觉得有一些人是真的看到这样的指数异常 才比较愿意接受治疗 当天活动在终于大新竹复义脸书 按赞打卡分享 就可以索取限量造型的气球 另外完成健康闯关的活动 还可以领取精美的礼物一份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凯博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